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参议院通过共和党减税方案之后 川普政府的减税方案进入了快车道 共和党减税计划首先涉及大幅度削减企业税 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些恐慌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官员指责美国减税不负责任 将扰乱国际经济秩序 民间舆论出现恐慌 有人惊叹中国经济领冬将至 更有人担心川普政府的减税方案 将如同当年里根政府减税 刺破日本经济泡沫 将导致中国严重受损 那么美国减税为何在中国引起恐慌 川普总统的减税方案 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 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的减税计划 时事大家谈 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 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 旅美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秦伟平 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 是中国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 龚先生好 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你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协线VOA China 首先我来请教华盛顿的秦伟平先生 美国减税是美国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担心或者忧虑呢 秦先生 你好大家好 是这样子 美国因为这个减税的力度非常大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这是这样一个税改方案 其实也是一个大减税的方案 确实是引起全世界的一个重大的关切 因为不光说是在经济上的影响 比如说美国减税之后 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可能更强 对世界各国的这个经济 包括他们所在国企业的竞争力 有一定的一个冲击或者威胁 那其实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听听他们政府的想法 因为减税对政府来说 就意味着他政府的输入会减少 然后他们有可能要裁员 要缩减政府支出 那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国家 我觉得他们应该压力也很大 因为欧洲的税负也非常高 不光说经济层面 但政府层面会不会很多企业 老百姓都要求说 美国都减税了 对不对 我们国家政府是不是也要减税 还是怎么样 他们会造成这样一个舆论的压力 所以他们其实都非常关切 特别像中国 中国的老百姓的税负是非常之大的 然后企业的税负更不用说了 大家日子过得非常紧张 现在如果美国带了个头 那老百姓也会想 那你中国要不要减税 你不减税 你叫什么负责任的大国 这样子 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 谢谢 好的 那看起来中国政府感受到了压力 那么我来请教广州的龚生利先生 中国政府官员说美国减税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民间更有人把共和党政府的这个减税方案 说成是抢劫掠夺 或者是收割别国的财富 那龚先生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减税方案呢 其实美国的减税它有一个数据 一个是就是美国的企业平均是有以前35%的税 现在减了20%剩了15% 这是对企业 对个人减税是原来的39.6% 见到现在的35% 那么这就告诉什么一个结果了 所有国家 因为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它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万亿美金 那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占了全球的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么它一降税 那么所有的发达国家 包括法国已经宣布了 日本五号也宣布了一个方案 要和美国同步减税 那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国家 税收都要向下走 那么 全球的资本就要去税收税低的地方去 那么就是有些人说的 所谓美国抢钱的来源之一 那么我还要说一下中国 因为中国是目前全球成本最高的国家 因为它除了国家要花钱以外 共产党的开支也在国家的财政里面 也就是说美国可能要花一分的钱 中国就要花两分的钱来做这个事 那么所以说 这对中国的影响吧 就是说它的国家的运行 双核心党和政府 怎么样来应付美国大减税 美国全球的资本都流向美国 这样一个现实 我觉得这是美国大减税的 世纪大减税的一个核心焦点问题吧 主持人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具体来谈谈这个美国减税对中国的影响 我首先请教秦先生 美国减税您认为将如何影响到中国经济 在哪几个方面您认为呢 中国会受到威胁呢 大家好 我觉得是有主要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刚才孔森林先生可能也提到 就是会引起全球的资本都会涌向美国 因为美国的经济基本面本来就比较好 减税之后对于企业投资者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 我们可以预见说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 全球的资本都会通过像美国注资 输购并购企业 增加股本 加大投资 当然也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都流向美国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间 那中国其实吸收了国际的非常多的一个资本 应该有的是那种产业资本 有的是那种国际油资 可能这个数量也很高 可能高到几千亿美金 它资本都是逐利的 之前在中国能赚到钱 然后随着中国的经济环境的变化 他们觉得说一方面是资金安全可能会有些问题 那第二个收益率也会降低 他们发现美国现在这样好的一个经济体 然后突然大减税 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正常的决策都会想着 这个钱就不管是采取任何手段任何形式 都要到美国来寻求一个安全感 还有一个更高的输益 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失血的效应 以前中国经济草是外资占的功劳会很大 那现在这些外资都要流出中国的话 对中国来说 特别是它的一些外汇储备 我们看到接下来它可能要打一场 非常非常艰辛的一个外汇储备的保卫战 那另外一个方面 除了资金流出之外 另外一个方面整个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这个国际竞争力来说 也会有所影响 因为我们中国企业 我们看企业的综合税付 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一个报告 它的中国企业所得税可能并不是很高 大概25% 但是整个中国税负可能高达68% 美国的现在目前的那个企业 所得税是35% 但中国税负到44% 那其实换言之 就是中国的企业的税负平均水平 其实在世界都很高 然后高过美国 然后美国现在一下大幅降低了 这个税收成本的话 那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当然更强 那中国我们想中国要 所谓的它要释放产能 要加大出口 那就是难度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两个方面来说 中国都是非常非常被动 它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们可以一起拭目以待 谢谢 好的 那可能刚才秦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呢 就像有些民间媒体所说的那样 中国经济恐怕会进入一个领冬 那么我请教这个龚生利先生 有人认为呢 说川普政府减税 就像1980年代里根政府减税 刺破了日本经济泡沫那样 会让中国严重受损 那龚先生您认为有那么严重吗 我觉得美国的这次世纪大减税 它平均减税幅度是超过15% 因为个人和企业 我给他算了一个平均值 是超过了15% 那么简单的说吧 日本企业也好 80年代那次里根总统的大减税 它不仅仅是造成了日本的经济 在80年代的时候 几乎就要超过美国了 除了日本以外 还有是当时的苏联 苏联好成是与美国 并加齐居的两个超级大国 因为减税 苏联的国家成本运行居高不下 是苏联一下财政断了根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上 唯一减税最成功的案例 那么我们从今天来讲 中国目前一年的财政收入 大概是10万6千亿人民币 那么美元这次减税 我看一下美国的数据 是1.4万亿左右 就是美国这一次的减税的幅度 正好是中国国民生产 只一年的财政收入 也就是接近10万亿左右 那么现在来看 那中国的财政收入 本来就不算 就是因为它党政双核心的运行 财政渐轴 就是缺钱很多 那么再还有中国现在的大面积的进军 就是一带一路 进军全球的欧洲 亚洲 还有拉美国家 那么所以说 对中国现在差钱的这个国家来讲 国家运行成本由最高 致使它可能更加缺量 更加从国家 是这国家的运行成本 居高不下 这就是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 有同工同筹之目 结果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 那您认为呢 中国恐怕面临当年的日本 和当年的苏联 那样的一个危险 我们现在呢 来邀请听众 观众 网友 来加入我们的讨论 听听他们的看法 首先我来接电话 上海的唐先生 唐先生你好 你好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这样美国政府的财政率上 少了以后 军费也会少了 它短闲式的能力也会少了 那么对于中国在外交 军事上的压力也会大大减少 而且就是说 毕竟就是说 这个税负的话 中国还是比 中国的人力成长 这方面还是比美国要低很多 所以说 有伟大领袖的 运营领导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的股灾 创业单指数两年 已经跌了36%了 有三分之二的股票 已经跌破了股灾时候的最低点了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 中国最大的互利 这一天会主席流逝于 种种盗群逆施 把这个股市搞得一塌糊涂 这个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好的 谢谢唐先生 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 高先生你好 你好 许波好 什么是政府 政府是个什么东西 或者政府就根本不是个东西 什么叫做纳税人 纳税人是什么 好像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概念 要我说政府它是一块遮羞布 它本来是遮盖人性丑恶的一面 人性是天生 就是追逐民力的趋利利害 所以我们每个人花钱 供养着这么一个东东 我们就成为纳税人 一个东西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 现在有人不知道 所以说 管得越少 这个政府就越好 什么都不管 也就是无政府状态 那是最好的 好的 谢谢您 谢谢您 宁夏的高先生 现在呢 我们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 来看看网友们的这个想法 这个李中半 这位网友说 川普税改 集中了中共的心病 对于中共的虚假繁荣 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靠国家刺激 靠国家投资 刺激起来的中国经济 一直不能进行正常的循环 社会只能增加贫富差别 低端人群无权消费 而利益集团早已无热点消费 以卖地为中心的房地产泡沫经济 就等着何时刺破的问题 另外他也说 中共大搞钱 大搞钱一带撒一路的 这个输出过剩产能 但是并不被自由发达世界所接受 所以中共忧心的事情 接二连三靠开会忽悠 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另外西元这位网友认为 说中共这样反对美国减税 是因为中共这些年来 一直是在增加税收 第一他说美国减税 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 增加美国的工作就业机会 也同样会增加美国的税收 第二同时中共的企业 就会想尽办法往美国去 中共的资金也会急速的下降 中共庞大的国家机器 也就更加难以为继 那么中共现在就很害怕 第三他认为 这也是中共严重干预 他国内政的行为 中共这无耻无良的政府 希望我们80后 能看到中共解体的这一天 西元这位网友看来还很年轻 我们来继续讨论 刚才我们西元这位网友 他就认为 美国的减税 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 是会很大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 来讨论这方面的事情 看来大幅度削减美国企业税 是中国企业和政府 最担心的事情 下面我们集中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 秦先生 您认为川普总统 他认为美国企业税负重 负担过重 是导致近年来 美国企业资本外流的 一个主要原因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同意川普总统的说法 我不同意川普先生 这样一个说法 因为他当然 他需要为他在国内的减税 寻求一些民意的支持 要有一些说法 来支持他的一个行动 实际上 我认为资本 是最不讲究 什么国别 什么社会制度 他就是要牟利 我们知道最主要过去一些年 像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 因为经济确实是高速增长 资本需要在这些经济体里面谋求更大的利益 所以他出去中国 那现在中国经济及发展的一个高峰需要面临调整的一个阶段 我们也经常提到他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很高 那这样子美国又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大减税的机会 那资本会留下美国 这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川普先生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但是呢 他这个做法是对美国经济有利的 对中国其实相对来说 可能是不太有利 然后中国来说最大的 我觉得像在这个节目要提醒老百姓来说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整个资金如果大幅都流出中国的话呢 我们很快看到中国的资产价格都会下跌 这个价格包括说 老百姓最关心的房地产价格 还有股市 那接下来美国的资产价格可能都会升高 美元也会升值 这个对于全球的个人投资者来说 我相信大家会怎么样投资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很明显的看到 接下来不同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也是中国政府也非常非常担心的 如果一旦他的一个房地产价格 还有股市这样暴跌的话 对于中国的经济几乎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大家经济学家关注非常久的 这个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可能很快就要爆发 那这个时候中国政府 现在我们要看到他采取什么措施 如果他采取措施不当的话 这个风险其实非常大 谢谢 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龚先生 美国大幅度下调这个企业税会给外国 尤其是给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 特朗普的这次减费 从经济学的概念来说 它有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资本和货币大量地回归美国 这造成了美国的货币就是全面地涨起来 因为它货币多了 自然大家都知道水涨船高 这是第一 第二来讲 美国的产业会大量地狙击资本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对它产生一个全球性的整体的资源环境的转移 那比如像欧洲 比如像日本 还亚洲 韩国发达国家 可能都要面临着这样一个转移的问题 那么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它的转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更加重要 因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 它的GDP产额 2016年达到了10.6万亿美金 所以我这样说的话 那就是对中国来讲 可能是一个釜底抽薪主持人 好的 那么现在看起来 这个降低美国的企业税 有很多我们的网民就担心 降低美国的企业税之后 就可能会引发大量的 美国在中国的投办的工厂 投资办的工厂就迁回美国 所以比如像石燕松这位网友说 中共反对美国减税 本质上就是不想国际公司市场回归美国 这样中共就不能剽窃高科技公司的产品技术 会加速中国经济的破产 另外这位Jesus Love Me 他说我觉得减税法案的通过 肯定会吸引中国企业去美国投资 那么去美国投资 共产党也就收不到税务了 没有税收就没有庞大的维稳经费 没有维稳经费 藏独 港独等势力就会猖獗 最后共产党就会倒台 我们的网友都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降低企业税 是不是会使许多美国人 美国资本流回美国 另外也吸引大量的中国人 到美国去投资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 中国人到美国去了 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 就在美国投资办厂 据说他办的还有声有色 我请教在美国的秦先生 您了解曹德旺在美国的工厂吗 他为什么出走美国 曹德旺先生 他那个服药玻璃 在美国大概投资了10亿美金 那是前几年的事情 也有一些波折的 比如说在美国的劳工关系 他可能不太熟悉 然后引起一些法律上的纠纷 但总体而言 我相信他这个投资角色还是对的 比较有前瞻性 在比较早一点的时间 他就可以顺利的把资金投到美国 然后因为美国他的一些 很多客户 应该这个汽车 他主要做汽车玻璃的 那汽车客户在美国比较集中 比如说那个投资 生产成本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比如说像运输 像其他一些成本 可能会低一点这样子 那这次川普的这个大减税 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重大利好 当然我没有像 很多人关注的那么乐观 因为中国政府 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 比较严峻的一个阶段 他应该会更加力度 加强力度 这个所谓的那个资金管控 外汇管控 然后非常不鼓励中国企业 这个时候走出去 我们其实看到一些苗头 前几年中国钱多的时候 鼓励企业走出去 什么国际化战略 国际上大势的买买买 这样子 那现在从去年开始 整个外汇储备开始紧张的时候 已经鼓励说一些 他可以控制到的一些国有企业 然后卖卖卖 把那个资金美元 要回流中国去救国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川普先生如果明年的那个减税计划 正式实施的话 我相信在民间很多个人 还有企业都有这种 向美国投资的这种意愿 但是他们资金出来的难度 我认为会相当相当大 那中国政府 我们知道他为了 他的一个政权的安全的话 他可能会采取一切措施 这个一切措施 包括说他紧急的一些立法 也包括一些 他可以采取非常规的手段 对于一些企业经营者 还有些个人直接采取一些人身限制的手段 我相信都会用上 反正就是钱不能出来 人也不能出来 对另外我想提醒的是 其实这次不光都对全世界的 那个资金有很大的吸引力 对全世界的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 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 都会想涌向美国 因为美国本身 他的一个法治环境会比较好 社会制度也很公平 然后加上这么大的一个减税计划的话 确实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中国的话我相信中国人 中国的一些人才想出来的难度也会很大 所以中国为了自保 他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我们可以看得到 谢谢 好的 那我来继续请教龚先生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提到说 美国降低企业税会给中国增加很大的压力 美国我们看到 龚先生您刚才说 这个川普总统的方案 是要把企业税降到 有35%降低20% 降低到15% 我们这边看到的消息是经过了 妥协和折中 这个共和党提出的这个方案 是要把企业税降到20%左右 那么中国企业税目前税率是25% 如果从字面上看 跟美国比较 似乎并不算太高 那么为什么企业纷纷抱怨 甚至要出逃呢 像秦先生说的那样 为什么 这有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中国 它的政府运行成本太高 因为中国是西级构架 党政双核心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中国的货币使用成本太高 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美元的基准利率 大概是1.25%左右 到16号左右 美国再次提起以后 大概是1.5%左右 而所有的这个SDR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五种货币当中 人民币的基准利率是最高的 利率高 意味着这个国家 所有的一切都运行成本高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中国的吃穿移行水电煤气 基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这个必需品 也是汽车的烧的油 还有烧的燃煤气 这个电煤气 煤气比美国要高出三到五倍 烧的油比美国要高出两三倍 那么中国的收入 人均只有五千美金 这三点加在一起 那么构成了一个大环境 就是这个国家目前来讲 它的这个高成本运行 是企业更艰难的往下走 如果不减税 企业会受不了 减了税 国家受不了 这是一个整体的 特性的大环境 这个大环境 在经济学里面来讲 就是说你成本高的国家减税 那就会是它的金融和货币资本 还有工厂和实业会大发展 穷的国家来讲减税的话 那就等于是恶劲循环 让它肥得脱瘦 瘦得脱垮 垮得脱死 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主持人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选读一些 听众 观众朋友们 网友选读一些评论 杜三元这位网友说 别说外企了 连中企逃往国外 都是络绎于途 尤其是与中共有群带关系的 为了三代荣华富贵 都得把钱往国外搬 Trunk 这位网友说 L Trunk 说美国打开了抽水机 再抽全球的钱 问题是这些钱 是有成本的 包括政府通过减税 失去的资金 都要靠高增长来补 这是赌博 赌不好 就是全球的衰退 Alex Liao同样 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他对我们嘉宾说 还是先来看看高盛的分析吧 高盛说平均每个企业 顶多就减税2% 而且上线大幅度降低 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基本上 没有企业以前超过35% 另外如果每个人都说减税有多好 以前的政府的人都是傻子 为了贬低而贬低 是没有意义的分析 这位Alex Liao他还说 说中国的反应速度无可厚非 税务方案是能够导致资金重流动 当然也可以成为重要的贸易战手段 所以所有主流国家都有反应 中共不反应才是雾民的表现 中共很多经济人士已经提到 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费税不清 以及间接税过高 需要借机改革 实际上中国的主要问题 还不是税务问题 而是机构臃肿 这才导致了各种摊派 这些不改 税费改革都是难点 我们这位Alex Liao 还有刚才的这个L Trunk 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想请我们嘉宾回应一下 首先秦先生 你好 是这样子 中国确实是 看它名义上的税负不高 但实际上它的各种税费 加起来其实非常高 老百姓 我相信生活在中国的老百姓 都会感觉到这种压力 就是输入了很大一部分都会交税 那这个时候 我不管美国其实 采不采取减税的手段 其实在中国 我认为是最应该减税的 就是中国 最应该缩减 政府支出的就是中国 最应该在中国 裁员的就是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 刚才龚先生也提到 中国的所谓三核心 什么七级行政 对不对 中国确实它一个庞大的公务员系统 大概有七千多万 七百多万 然后它有一些 其事业单位加起来 可能几千万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它必须得 供养财政 要供养这么多人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很多人都觉得 中国政府很有钱 对不对 到处 要到处撒钱 到处投资 实际上 你如果仔细看 中国政府的一些数据 还有地方政府的数据的话 政府看起来很有钱 实际上他们很缺钱 他们要花钱的地方特别多 除了他们要养这么多人以外 还有现在经济增长 主要靠依赖这种投资 投资的钱哪里来 它实际上 民间的投资 其实很难去拉动 靠政府投资 政府投资 它并不是 它政府的财政盈余去投资 很多都是要靠继续的去 印刷钞票来拉动 它早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那现在它到2016年底 它的整个 中国整个的债务负债水平 大概有超过200万亿人民币 是它同期GDP的 大概279% 那2017年 它继续通过这种 加大投资的这种方式 刺激经济发展 到今年年底 这个数据可能会更恐怖 可能整个债务水平 可能达到250万亿人民币 会达到同期GDP的 可能300%以上 它这个发展模式 已经是难以为继的 这个债务泡沫 随时都可能会爆掉 它应该早就要采取措施 主动去减低自己的支出 减税 其实中国政府 它做的 我们得客观一点 它在过去两年内 它做了一点点减税的动作 但是这个减税的力度太小了 比如说我们经济学者 经常会提出的建议 比如说你个税起震点 是不是应该 定到一万了 或者两万了 对不对 按现在中国的这种消费支出水平 一万块的收入 都根本就 生活压力都很大 你还交那么多个税 那另外企业的税费 更不用说了 整个经营环境 本来就越来越恶劣 税务压力那么大 那企业投资者肯定想着 那我就缩减投资 对不对 或者我企业赚不到钱 我就关闭掉就好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接下来整个一系列的 比如说就业问题 社会稳定问题 就是很麻烦的 对政府来说 政府你现在可能想 不去减税 不去裁员 对不对 像美国它本来经济基本面 比较好 它为了让美国更强大 它可以去做减税 可以去裁员 像美国国务院 那个经费的支出 今年一下子砍了30% 它美国也有很多这种 科研机构 这种包括政府工作人员 减少下岗 对不对 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呢 它自己可能 因为它这样一个体制 没有人去制约它 它知道不行 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所以自己跟自己 动鼠手很难 中国老百姓又没有办法 把这种现实的压力 去全递给政府 让政府采取有利的措施 那现在好了 老百姓没有办法 去改变你政府 那现在美国 对不对 美国为了它自己的 一个利益发展 然后它就减税 它就缩减支出 那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就倒逼你 去做一些事情 你现在是选择 跟着主流走 比如说你要减低 老百姓的税负 你去减税 减资 去甚至裁员也好 还是说 你害怕这个政权的稳定 你害怕社会失控 你不但去 不去减税 反而会加税 比如说房地税 产了很久 会不会在明后年会出来 包括遗产税 是不是 各种税负 会不会加大税数 老百姓会日子过得更难 当然你政府 可能会有更多的资源 去管控这个社会 我们现在一起 四目以待 我们不知道 中国政府会采取 正向的还是反向的操作 好的 那么秦伟平先生说 中国是最应该减税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我就请教 这个龚生利先生 您觉得中国企业所得税 还有中国个人所得税 还有大幅下调这样一个空间吗 我们用数据来说吧 刚才秦先生已经说了 他说中国过去的十来年 创造了全球的一个提计 其实它提计是怎么创造的呢 我们回顾一下 2011年16年的时候 就是美国金融海啸之前 有一个叫次贷危机的时候 中国的人民币当时发行的全球M2 大概是仅40万亿左右 而到了今年的年末 就是2017年的年末 人民币的这个M2 将达到170万亿之距 也就是说 中国的这十来年的发展和壮大 几乎全部是货币把它撑起来的 那从这来讲 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老百姓 就是个人纳税人 把这个国家撑的十几年来 都是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吧 那么当然刚才秦先生 说的非常美妙 也就是说 全球真正需要降税的国家 的确是中国的 给中国企业和中国的老百姓降税 这是应该首当其冲的 主持人 但是龚先生 我再继续问你这样一个问题 您认为 我刚才问题是 您认为中国现在 无论是降低企业所得税好 还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好 它有这样做的空间吗 它有几个空间 比如美国的政府 它至上而下 不超过四级 而且它没有党 党不拿国家的一分钱 中国也可以这样做 那么这样减下来以后 中国的政府党政开战 最起码要砍掉一半以上 那么如果砍掉一半 对中国来讲 你想 它的竞争力会扩大多少倍 好的 所以它这是一个方面 好的龚先生 对不起啊 时间到了 您刚才的建议很好 您刚才的评价也很好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时间关系 不能一一接听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秦伟平和龚生力先生 参加 我们欢迎秦伟平和龚生力 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 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 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 关注热点话题 勒领关停的女德班 背后争议何在 欢迎收听收看 此外也请关注 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好 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观众